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 一个网友记了两个万元表来给我修一下 然后它这个故障都是打到电阻档或者是欧姆档 它这个表它就有阻值 这个我已经拆开修了一下 问题很简单 就是这个拨盘接触不好 我给它倾斜一下就好了 但是忘记拍这个过程了 这个很简单 就是这个拨盘这个里面接触不好 顺便来说一下 据说他们说这个弗洛克的这个拨盘里面是有这个金的 有黄金在里面的 所以说这个很多国产万元表 并不是说其他的赶不上这个弗洛克的这个做工 就是这个拨盘 除此这个是没有哪个表可以赶得上这个弗洛克的 所以说它这个就是用时间长了之后 它这个拨盘上面有很多这个脏东西 我把它给它插了一下就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来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你看打到这个这个档 我们这个万元表比是开动了一下 它是有一个数值显示 当我们短接的话它就是零了 那么我们来拆看一下 好这个已经拆开了 为了这个便宜操作 我们先把这个风鸣器的这两个先把它焊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看这两个是不是可能是一样的问题 我们也把这个拆下来 把这个拨盘清洗一下 因为这种国产表的话 它容易出现这个拨盘结束不好 我们清洗了一下 这个故障依旧 这个电阻挡 这外表这表比没差 它就有一个数值 那么说明这个表的话 不是这个拨盘的问题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 看能不能把它修好 问题小我们就修一下 问题大了就不修了 毕竟这个东西不值钱了 这个东西我们知道个外缘表 它这个就是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采集这个表比 两端的这个电压信号 经过这个运算放大器计算之后 然后送到这个主控芯片 经过这个计算 运算之后 然后选择到这个屏幕上 那么出现这种故障 我们可以想一下 肯定就是说 送出去的哪个信号 有了问题 就是说 也就是说哪个元件 比方说正常的话 这两个表比 是接这个红表比 黑表比的 也就是说正常的话 这两个之间是 这个高主态 那么当如果有数字的话 就说明这个相当于 把这个里面接入了 这一个被测物体 那么就是说明 这哪个元件 肯定漏电 还是什么原因 但是一般漏电的元件 就是说一些电容 或者说这个禁忌管 我们就围绕这个思路 我们去查一下 这一块 我们看这个电阻挡 走向是哪一块 我们就来用这个万一表 查一下 这些禁忌管的电容 之类的 我们就先查这个禁忌管 这些禁忌管 我们来查一下 修东西 先易后难 是不是 当然也有可能是 这两个358的运放坏了 也有可能 但是我们不能一开始 就从这个芯片开始入手 我们要从这个简单的入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测一下 这个二级管 这是没问题的 测一下这电容 这电容 这里并领了一个三级管 0.22 反过来测一下看 不对吧 我看一下 这上面是 适应的啥 高三外 高三外 应该是个 8050 还是8550的三级管 但它这个 极电机和发射机 正反的话 都有 这个0.2的压降的话 应该不正常吧 我们再测一下 这个机极和 极电机 直接短路了 它这个机极和极电机 是焊在一起的 焊在这一个同频上面 那是正常的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机极和 发射机之间 也是0.2 反过来 也是0.2 那个有点问题吧 那么 现在就是说 它的极电机和 这个极电机和发射机 并领了一个 这个电容 要么就是这个电容 有问题 要么就是这个三级管 有点问题 我们把三级管 拆下来一辆吧 好吧 再跟大家说一点小方法 这种贴片原因 大家知道 如果拆下来测量的话 不好测量 我们可以怎么搞呢 我们可以找一个这种 空焊点 把这个元件 焊住一个角 这个元件就不会动了 我们再去测量的话 当然要保证 另外两个角 不要接触到 其他的电路 我们这样空出来 再去测量的话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首先 测一下这个 机极 和极电机 这是正常的 那么这个红表皮 接的是积极的话 那么这应该是8050 这个也正常 这个发射机 那么我们再测一下 极电机和发射机 刚才是不正常的 果然不正常 我们换一下表皮 测一下 不会这么巧 这个极电机和发射机 有0.2的压价 我们反过来再测一下 反过来有0.2 那这肯定不正常 这个如果是 不是三级管 是厂项一管 也不正常 如果是三端稳压的话 也不正常 如果是二级管 它也不正常 那么这个东西很可能坏了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的话 由于有的设备上面 这一些元件 它这个试音特别怪僻 那么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在这个电动板上 找一个同样型号 其实大家可以看 这有两个 这个上面试音 也是J3Y G3Y 我们拆个下来测量一下 它不可能都坏 这是一个小方法 这是对比 同一个电动板上 同一个试音形 它不可能有几种 是不是 按正常的话 这个J3Y应该就是 这个8050 还是8550 我记得 因为 这东西 每次我说实话 有时候不是特别常用的 我也去上网收 我们这同样焊住一个角 我们再去测 我们先假设它是 这个 8.50 我们测一下 红表皮接积极 用二级管档 651 156 正常的 那么证明 这个就是个三级管 而且那就是8050 MPN的三级管 我们把这个先焊回去 等会儿搞丢了 那我们这一下都找到问题了 这运气有点好啊 那么我们马上找个三级管上去看可不可以啊 好 这个已经看好了 那么我们直接装起来试一下 如果这个就好了的话呢 那就是运气太好了啊 这修 看来这干啥都需要运气啊 修东西也是一样 我们电池装上 诶 好了 看到没有 选择 不选择 大数字打 电池装挡着 这运气真的是有点好啊 当然我们现在插个表皮试一下啊 测试开始 诶 正常 零了 这对人亮了啊 当时这个蜂鸣器没接啊 我们来测一个 测一个二级管试一下啊 现在先测一个二级管试一下 这是二级管档 六百多的压降 正常啊 运气太好了 就是一个三级管 坏了 修好了 这个网友表 真有意思 给它 清洁一下就行了 OK了 我们再找个电阻测一下 找了一个33K的电阻测一下 33K啊 用这个200K档 32.3K OK 修好了 好 那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朋友点赞关注和转发 我是小陈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